宗经第三 说明天、地、人三才经常的道理的书籍教经 所谓经 就是永恒的绝对的道理 不可改意的伟大的教导 圣人创至经典 取法于天地 正宴于鬼神 探究事物排列的秩序 从而制定出人文纲纪 这样的经典 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深处 探究掌握了文章的根本 三皇时出现的三焚 古地时出现的五点 加上八所九丘这些经典 因为时代绵延久远 流传越来越不清楚 后来的著作也分轴杂乱 自从经过孔夫子 对古书的山肖整理 这些经典才放射出光辉 于是周易的意义 由十亿来发挥 上书中标立了七关 诗经中列出了四十 礼记确定了五种主要的礼仪 春秋提出了五项条例 所有这些 在内容上既能陶冶人的性情 在用词上 也可称为写作的典范 因此 它能启发学习 培养正道 这些作用永远历历分明 然而自然之道的精神 又十分的微妙 圣人的见解十分的高深 而且他们的道德学问高超 因此他们的著作 就能体现出深刻的自然之道 这就好比千万金重的大宗 不会发出细微的响声一样 周易是专门研究 自然变化的道理的 它十分的精深细微 并且完全可以在实际中加以运用 所以细词里说 它的旨意远深 言辞有文采 它的语言重肯符合实际 它讲的事理隐晦难懂 孔子读这部书时 穿定竹简的牛皮条 都读断了三次 可见这部书是圣人深奥哲理的保护 尚书主要记得是先王的谈话 只是他的文字难懂 读起来不易理解 但是只要通过尔雅这部工具书 懂得了古代的语言 那他的意思也就很明白了 所以子下赞叹尚书说 尚书的论事 像日月那样明亮 像星辰那样清晰 这就是说尚书记得很清楚明白 诗经主要是书发 作者思想感情的 同尚书一样不易理解 里面有风雅等不同类型的诗篇 写作采用了笔 星 附等写作手法 文词华美 比喻为晚 诵读起来 就会感受到 他温柔敦厚的特点 所以诗经 是最切合圣人内心深处的 思想感情的了 理经可以建立体制 他根据实际需要 来制定法规 各种条款非常详细 为的是执行起来明确有效 即使任意从中取出一词一句 没有不是十分珍贵的 春秋便稀释礼 一个字便能表现 他赞誉和批判来 例如关于 石头从天上落到宋国的有五块 六只鹤鸟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 的记载 就以文字的详尽来 显示写作的技巧 又关于《智门》和《两观发生火灾》的记载 就用先后秩序的不同来显示了作者 区分主次的意思 春秋用唯婉曲折 用意隐晦的方法写成 确实有很深刻的含义 上书虽则读起来文词似乎深奥 但一寻揪它的内容 道理却明白易懂 春秋的文词似乎很容易通晓明白 但当你要探访它的意义时 又深奥难懂了 由此可见 这就是圣人的文章丰富多彩 各有客色 形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 经书和书一样根底 谈结深固 知常就会夜貌 言辞简约 而包含的意义丰富 曲是平凡而欲离远大 所以虽然这些著作历史久远 但意义却日日新颖 后世学者去追求 探取一点也不迟晚 前代 先贤用了很久也不嫌过早 经书的作用 好比泰山的云气 使雨水洒遍天下 黄河的河水 灌溉千里 我也一样啊 因此 论 说 词 续等体材都从周易开始 照 策 章 奏等体材都发源于上书 赴 诵 歌 赞等体材以诗经为根本 明 雷 真 筑等体材 都从礼记开端 记 船 蒙 习等体材都以春秋为根源 他们都为文章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替文章的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所以任凭诸子百家如何的驰骋踪跃 但终于还是超不出经书的范围 如果根据经书的体式去制定各种体材的文章格式 参照五经雅正的词汇来 丰富写作的语言 那作文就像靠近矿山冶炼 在海边熬煮海水 制言一样啊 所以 如果作文章能够学习五经 这样的文章具有六种特点 一是思想感情深智而不诡诀 二是文风纯正而不杂乱 三是叙事真实可信而不虚淡 四是意理正直而不歪曲 五是文体简约而不繁杂 六是文词华丽而不过分 杨雄用玉石之友 雕琢才能成玉器做比喻 说明五经里也应包含着文采 人的德性决定文章的好与坏 而德性又是通过文词 才得以表现而加以流传 孔子的文词 德性 忠诚 信义这四教中 将文词放在了首位 正如玉石 必须有精致的花文一样 相继相成 文词也必须与德性 忠诚 信义三者互相结合 后来人们勉励道德 树立声明 都向圣人学习 只是于文章的写作方面 却很少向圣人的经典学习 所以处词就比较艳丽 汉父就过度的齿滑 他们的弊病流传下来 越发展越厉害 歧视不可回还 纠正这些错误 使文风回归到经书的正路上去 不是就正确了吗 总结 经书阐述了天的 人三才的长道 道理深刻又激讨到远古 教化民众是他们总的目的 分类教导分为五经 他们真是培养人性灵的巨匠 他们真是探究文章奥秘的保护 多么精微 多么灿烂啊 真是一切文章的宗族